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给林鲁州写了一封信 林则徐意识到自己在干一件保护民族利益的大事 但可能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件让历史发生至的转变的标志性事件 在前一封信中 他只说 沿途经五十余日 今时安邸阳城 风涛险恶 不可言语 在这个历史转折的重大关头 林大人倒是没有什么豪言壮语 语气平淡得很 只是说 为静心平气或墨背武经或反攻私部 中国古代式大夫林大事实 讲究的就是静心平气 自己先不能乱 否则事情就会乱 紧张的时候 他们就温习传统的经典武经 或者自我反省 自我批评一番 这样做的目的是求一个心安 而心安的目的就是为民族 为国家做大事 如此看来 静心平气这四个字 功夫好深 抗日英列张字中身为集团军司令 在率孤军前往日军副帝子决死一战时 其目的也很平淡追求良心上的平安 正因为自己的修身境界如此 所以 林则徐对儿子没有什么融华富贵和建功立业的要求 在他前往广州的前一年 传来一个好消息 大儿子林汝州考中物须课进士 殿氏位列第二甲第六名 选述集市 三晚受汉连远编修 然而 林则徐却没有对儿子做官场上的期许 只对他做家庭上亲情上的期许 听说儿子要回福建老家一趟 探望母亲和妻儿 然后 又南下广州探望父亲 十月内将回集一次 并顺到沿海路来运一游 林则徐的感觉是甚为欣慰 居然劝儿子干脆辞官回家尽人伦责任 这位父亲说 你的京城当的是小官 一呼声 一呼叫 没什么建树 当这么个汉林 反而耽误读书 还不如暂时回老家照顾母亲 主持家业 而且还可以在安静的环境里温习功课 与书中的古人交朋友 即所谓与古人神交 足可以使学问学时长进 接着 林爸爸又讲了自己十一年以来在外围观的际遇 他说 别看你老爸出外办公做的是八台大教八宣者 八台大教也 用餐的时候单独用餐桌 气势似乎大得很 意气豪然 可这些物质上待遇上的高人一等 抵御不了对家乡的思念 对家庭的想念 觉得还不如回家乡平平静静过日子 林则虚对儿子不做官场上的期许 反而要求其回家享受天伦之乐 做个平静的读 书人 其实也是中国古代士大夫一贯的修身要求 他们认为近人伦的责任 比出外干实业更重要 读书比当官更重要 甚至当官还成了读书的障碍 一官宰身 学业反多荒气 当然 也不是说完全不管事事 林则虚最终的要求是 当官的时候物贪利禄 而在家读书 就要想着 如何在外做事 应实时作用事迹 这大概是 是大夫读书人的双向修身要求吧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